嗯 好 谢谢天蓝的深邃送的大飞机 谢谢 我干嘛是星光啊 谢谢天蓝的深邃送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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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火树 今天 今天马上是解决清楚 你邀请我参加你的赤臂杯 我之前也跟你私聊过 咱们好好说过了 但是你粉丝两天老跑来带节奏 你不把这个问题给我说清楚 我没法参加你的火树杯 你的赤臂杯 好的 你希望我说什么呢 首先你的绑衣 跑我那带节奏 天天私聊骂我 你管我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要告诉我 你跟你绑衣不认识 没有人信 我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你第一告诉他以后 不要再来带节奏 你如果 我前提是你愿意跟我和好 你如果不愿意跟我和好 那我当我没说 你要愿意跟我和好 你告诉他 不要再来私聊骂我 对吧 这是不是应该的 理所应当的 你如果是个普通粉丝 我不会要求你怎么样的 但是那个粉丝是你直播间亲密度第一的 你总得管 然后呢 我怎么管呢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直播间你的粉 你的直播间第一的人不可能跟你不认识 也不可能不跟你不熟 那是没有 那是没有人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管你有没有多熟 你一定可以管住他 他相信你的话 我真的管不住 行 你要这么说 那就没有 还有就是 你的你的那个绑一的人跟我说 你 要求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好 他跟我说的 我已经截图了 微博 我邀请你的目的是让你 他如果这么说 就一定他知道什么 哎 他是你的绑一 他不可能啥也不知道 或者他胡说吧 你的绑一给你胡说 你信吗 就站在我的皮上 他说的任何话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一定有因果 我说的话代表他 凡事必有因果 那你认为有什么因果呢 我认为他一定知道什么 你认为他知道什么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得问你 他就不完了 我也不知道你知道 就是你认为他知道一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 你认为他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邀请我想干什么 而他说你邀请我 并不是想成心和解 我先问 那我问你个问题 你邀请我到底想干嘛 你自己都知道了 我邀请你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直播间 在说 要邀请解说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说 希望叫你来解说 所以我就邀请你来解说了 那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对啊 好 但是你有没有别的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反思表露出来了 我现在就直播跟你说了 现在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都比较希望你来解说 所以我们就叫你来解说了 当时你找我 我也跟你说过了 可以去 对不对 但是你的粉丝 为什么就偏偏 你同意去了以后 你粉丝这样也跑来带节奏 是什么意思啊 想干嘛呀 那你就跟他交流吧 你跟我交流 我跟他都没有交流 你去看我微博 那个粉丝说的 他说全是你说的 他说是我说的 我没有说过什么 你说他说我说什么了 你可以说一个 他说 他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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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在直播间叫我 我不敢去 就是怂了 我没有说过 你叫我 叫你来 你不就是怂了 这个话 他说的 我不敢去就是怂了 我 我没有在直播间说过 你不来就是怂了 这句话 你还有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咱们 咱们今天把之前的问题 撤离解决开吧 不解决开 永远 永远你的粉丝会来捣乱 我就 你可以继续说 我就想问你 你承认不承认 我没看过你的视频 我 那按那个微博的说法 你别按微博 你按自己的说法 别按微博 微博 我没博都发出来的 现在当面对峙 别整那些 你说原话 你自己说话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 咱俩就现在在说 那你希望我说的是什么呢 我不是希望说你说什么 是你自己认为是什么 你哪怕认为我还继续 你还是继续保持你之前认为的观点 我都不会反对的 就是我只想听你自己的观点 我没有看过我的视频 我只想听你自己的观点 我可以承认你没看过我的视频 你别说什么叫可以承认 这种话都没有意义 今天话说到这份上 咱们就不要扯 你想听的是什么观点 不是我想听什么 是你自己怎么认为 我想听什么都没有 我想听你是我儿子 你说吗 你写过很多了 对不对 我已经写过了 我在我在我写的东西里面 已经写过我的观点 现在咱们就把这话说清楚 别整 省得你的粉丝天天又跑来 怎么怎么样的 没完没了的 你要想 你要想 我在问你一个最直接的 你想不想和解吧 我希望请你来解说这次比赛 那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你只是希望我解说这次比赛 合不和解 不管 那我明白了 行可以可以 是这意思吧 那也就是说解说完比赛 就该咋样咋样 是吧 那我也明白了 行 是吧 是这意思不 你到底你想说的是什么 我就想问你 是不是 我就想问你 是不是想和解 我没有和解 这个概念 不和解 是吧 就是广州我解说 解说完就该咋样 那行可以 那这没问题 我可以去 我没有什么不敢去的 是吧 但是问题是 你把事情说清楚 你说 我就是想 由于我直播间观众想让你去 所以我要求你去 别的想咋样 一码就一码是吧 我们 这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呀 那行 那一码归一码 好吧 好我可以去 说比赛没问题 好的谢谢 至于别的 该一码归一码 该怎么样怎么样是吧 那行那可以 也就是说 别的事咱们该继续继续是吧 那可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以后呢 你继续你的 我继续我的 对吧 你的粉丝都愿意打样打样 你反正也说了 你也管不了他们 对吧 我确实限制不了任何我一个粉丝 我 就是 正常的一个逻辑是 正常的逻辑是 你限制不了90%的粉丝 我承认 我也限制不了我的90%的粉丝 但是我能管住我的10%的粉丝 不会去捣乱 你也肯定 我 我相信正常逻辑是 你也可以管住你的榜 榜单前几名的人 不会来捣乱 如果你连这点你都不能承认 反正这个事情 大家自然会分析 就是一个主播他能不能管住 他榜单前几个人 如果你说他管不住90%的 我承认 没有人说能管住所有的粉丝 您说完了对吧 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我和我直播间中 直播间观众几乎没有任何私下的交流 所以说他们做的 他们做的事情和我真的没有太过关系 我可以说我在我直播间以后 不会再说任何相关你的负面的消息 不不不别别别 或者负面的评价 你可以说我对不起 咱们这个事不解决 你可以说我我也可以说你 反正我这么说吧 如果你不想和好 那咱们就去继续说 我也不怕你说我 你也别管我说你 如果你想和好 咱们就提出 和好就是咱们把之前的事情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的很清楚之前的话 我说清楚了 那行那行那我明白了 行都是明白人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没表达什么 行可以 那明白了 就是事情 我这么说吧 就是我参见 我去给你解说 和你一起解说你的比赛 OK可以没问题 然后解说完了 咱们该干嘛干嘛 对吧 是这样是是是这么回事 没错吧 我再问你一遍 都是啊 所有人来都是这样 没错是吧 所有人来都是这样 对啊 好那我明白了 行 那就继续吧 好咱们从此以后呢 解说完比赛 谁也不认识谁 也不是谁也不认识谁 就该干嘛干嘛 对吧 还该继续继续 对好可以可以 OK没问题 OK了 以后你可以这个 你的粉丝可以继续来找我 没问题 我一直认为我们直播间 我现在带我们在直播间说一遍 我希望我们直播间朋友不要在任何场合 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 这个话我说过很多次 你的主播你的粉丝是会受你的影响的 你不要说就是说不会就是说完全给你 主播进行人身攻击 这个话我说过很多很多次 不是一次两次 包括在我直播间 对你说的很对 我也跟我的直播间说过 我说我的直播间如果谁敢带别的主播的节奏 立刻封禁毫不犹豫 不管是谁 然后但是我的直播间有个阔谷 除了火速 嗯 还跟你和唯一的区别 好 好那就可以 那您还有什么 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行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是你哪天认为哪周我可以去给你解说比赛 你就提前提前告诉我 不要当天告诉我 然后说我不去 又说我怂 你得提前告诉我 你不能说我当天告诉我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确实没有在直播间说过 如果你不来就是怂这个话 那我就不知道你的粉丝 为什么跑我微博底下要去跟我说 所以就是你可以来叫我 我也就可以跟你解说 咱们说比赛 该说比赛说比赛 我这人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 但是我的粉丝 我不了解 我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 你去我去跟你解说比赛 你的比赛我肯定跟你好好解说 他们该打成什么样 我会跟他们说 咱们也可以正经聊比赛 不聊其他的事 但是呢 今天也说明白了 就聊完比赛以后 就该干嘛干嘛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就这么回事 行可以 OK没问题 没毛病 行吧 你也接受是吧 好了 没有想问题 您还有什么其他需求吗 我没有 我不是做大宝剑 我没需求 大宝剑做多了吗 你得可使得官司之勇 好 没有想问题了是吧 行 那你去帮你的吧 好的好的 谢谢 感谢浮生若梦 浅笑如出醉送的大飞机 谢谢